台上就是说之前我不是有练那个心经吗 然后台上有说下面多了一 加了一句商便不是吗 然后我之前打那个心经 就是说没有那商句 然后我把那商句就是院子写一下 然后贴在那个原来那个心经的那个上面 然后呢我女儿昨天晚上 就是她比较调皮 不小心把它撕了一点 撕了一点之后 然后下午呢就摔倒了 碰了鼻血就流出来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事情 已经惩罚过了没问题了 当时所有台上的经文 只要你们念的 都有护法人保护的 你女儿这么调皮搅担把它撕掉了 她一马上给她颜色看了 什么现在知道什么叫颜色了吗 颜什么血就是颜色 对对对 她摔倒了我也很难受 我知道肯定 后来我练经的时候我就想 会不会可能就是因为她撕掉了 所以说惩罚她摔倒了 而且流鼻血了 很简单啊肯定啊 不能乱来啊 所以阻止人家犯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明白了吧 对因为我昨天在烧小房子的时候 把金属放在桌面上 她很皮非常皮 然后就帮我这个拿去挖 然后就拿去撕掉了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 你知道小房子是观世音菩萨给的 你看看现在很多人 刚刚有一个你们听听今天上午 直话直说9月9号的 你听听看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现在现在有人有人用大房子在搞 你要知道像这种编出来的东西 就像假钞票一样的 你想想看小房子是等于 名副充用的或者天上变成能量的东西 好自己可以自己编一个的 弄个大房子造成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如果你弄一张人民币的话 如果跟现在不一样的话 你说这个人民币能用吗 不能用不能用 所以这些人真的在造孽了 让很多人还念大房子 自己的以后如果生癌症的话 下去都不知道怎么下去了呢 所以千万不要乱来 我给告诉你什么都不要相信 台长博客上登出来的东西 你就好好的学 台长博客上没有的东西 就不讲的东西 你们就不要去乱来 明白吗 好我知道我知道 有些人还自己这么以为不得了了 还要看头疼呢 还要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这种名副的事情 说哪一天鬼把他拉走 他就拉走的 这种犯罪啊 是不可以犯大罪的 你听得懂吗 嗯知道